这名男子手上抱着一盒东西 当时展览时间结束 他从展场离开 看来是路人甲 但他其实是个贼 他偷的可是价值141万的 附身红土城乡 钓的东西就是附身红土 然后因为那个原料比较贵 比较难取的 但它看起来是跟这些差不多 看起来外观 窃贼在前天趁晚上6点展览时间结束 老板收摊离开之后的空档 这边拿完之后直接绕到最里面去 然后把里面的拿完之后 再拿桌上的 一定是那种很懂得 要么就是已经来过了 要么就是 他就知道那个东西是最贵的 短短三分钟 窃贼得手绕跑 警方正扩大调阅监视器 追查这个城乡贼 突发中心 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一般人不知道 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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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